好 那就是 正委先說一下我們這次訪問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台灣在這次的科技防疫做得非常好 那科技部希望說 我們中心可以寫一些關於科技防疫 台灣做得很好的地方 可以向我們國外的住宿 然後進入一些科研的單位宣傳 那因為這一次的防疫 正委凝聚中擔任非常重要協調的角色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希望你們的一些經驗分享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台灣這次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一些 所以我們竟然要用不用英文講 不用 對 好 就是因為這次我們防疫的部分 其實在國外被很多的國際的媒體 然後點名的讚譽 包括正委您本身也是被日本的媒體 甚至在多次的國外的訪韓當中 都有分享我們這一次科技防疫的作為 那當中做得很好的部分 其中之一是這個即時口罩地圖 其實在當時大家還一片混亂的時候 起了很大安定民心的效果 那當時您是怎麼樣有這一個 構想的契機 讓政府跟民間的這個單位可以串起來合作 那口罩實名制的部分 其實現在已經進化到4.0了 那您覺得還有什麼可以再優化的一些空間呢 在當時就是最早的時候 我們逆稱叫0.0的時候 就是在超商雖然一個人只能買一次 但是您沒有辦法跨超商去確保說一個人沒有在一個超商買完之後 馬上騎摩托車又跑到下一家超商買的情況 所以確實是有幾天的這個亂象就是所謂的口罩之亂 那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一位武戰衛 他是台南的一個工作者 他的好想工作室平常就有一些開發者在那邊聚集 那所以他的那個工作室 事實上也是科技部一個相關的專案所支持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發現說他的很多親朋好友都在LINE 或者其他的通訊軟體上面不斷地向彼此回報說 這邊還有這邊沒有了這邊還有這邊沒有了 那其實就造成了很大的一個訊息溝通的成本 所以他就說那不如就他來加一個簡單的網站 讓他的親朋好友都可以在上面註記說 這邊還有口罩而這邊沒有了 所以就在超商階段的時候他就做了這樣一個超商地圖 但是因為媒體一報導之後 他本來只是給他的親朋好友使用的 就變成全台灣的人都在用 那一瞬間他就欠了Google大概60萬的API的使用費 那所以只好趕快把這個站收起來 但是就是我也是有連到他的那個超商階段的口罩地圖 所以我也是就是害他千古口前的人之一 那所以我完全的了解說 其實在那個時候大家非常需要這種 我們可以說是精神衛生方面的 讓大家能夠安心表示說 我附近雖然我最近的兩家沒有 我稍微遠一點三家 還有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就在當時我們在檢討超商階段要進入1.0 就是藥局實名制的時候 我記得那是一個禮拜一嘛 我就在中午去把武山尾的這個地圖 拿去給我們的院長看 那院長看了之後他就一下子就了解了 他了解說 那這個就好像是我們導航一樣 紅色的就是沒有存貨的藥局嘛 雖然離你近但是其實不要去 那綠色的雖然離你遠 就好像說我們導航是一個比較遠的路 但事實上他不載車 就是說他還有存貨 所以你應該要去那邊 他可以起到這樣一個指引的作用 所以因為那樣的關係 所以他馬上就指示說 那我們也應該要在藥局的階段 也納入像這樣子口罩地圖的一個開發 那因為民間的時候已經有兩個了 一個是吳展偉一個是江明宗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自己再去開發任何的地圖 相反的我們是用所謂開放資料 open data這樣子的方式 去請健保署去協調辛苦的藥師們 願意把他們的庫存資料 不是每天而是每三分鐘把它使出 給所有的社群朋友來使用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到現在已經有超過140種 不管是一開始的地圖 到接下來給視障者比較方便使用的表格 語音助理或者是當時有個叫集管家 是一個LINE的對話機器人等等 因為對很多長輩來講他用LINE要比較方便 比他下載一個應用程式要方便 也就是說各種各樣不同的使用者 都可以用自己最輕鬆最好用的方式 去知道說他附近哪些口罩還有庫存 所以這是當時1.0時候的狀況 當然在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線上預購就是2.0 我們的超商預購也就是3.0 其實我不確定你4.0是指什麼 但是可能是護台灣駐世界的響應口罩這個活動 已經有非常多的朋友們來一起響應我們的外交的活動 這些都是大家就是社會創新的結果 其實沒有哪一個是我想出來的 大概都是社會上像吳展偉這樣子先想出來之後 我只是進行一個增幅的活動 就是他因為他個人的財力或者他的人脈的限制 他可能沒有辦法支持全國的人來用他的作品做那麼久 但是我們可以去協調和比方國網 這又是另外一個科技部的資源去提供需要的流量頻寬等等 所以當然這個Google後來我們也很感謝他就是免了吳展偉的債 真如同他免了別人的債 那但是就是這一部分的錢 他畢竟Google付也有一個極限 所以事實上在就是上個月月底 那個部分他已經是沒有繼續營運了 最早的吳展偉版本的口罩地圖 現在是開放原始嘛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架起來 但是Google已經沒有在付他的流量的費用了 但是江明宗的那個版本就還在繼續營運 而且他後面的所有流量頻寬等等 都是由國網中心來捐助來支持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國網中心的捐助 所以未來他往什麼方向發展 完全看社會上有哪些創意嗎 只要你創意這個拿起電話簿1922 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會想辦法幫你來創意送付 是的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雖然可能潘石劍的這一個感染事件 還是大CDC他們還在追溯的一個部分 整體來說台灣的防疫是做得很成功 那您覺得台灣在這一次防疫的成功關鍵是什麼呢 那接下來新科技以及開放資料 還可以在這一波防疫當中提供哪些助益 對,我有稍微歸納就是在 就是在web conference裡面 用所謂的fast, fair, fun 就是快速、公平、趣味這三個元素 來解釋台灣這方面的數位的消費創新 那我想快速的部分 毋庸置疑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網友叫做NoMorePad 他在PTT上面貼了一篇所謂的護國新聞 就是當李文亮醫師 就差不多正在被他醫院約談的那個時候 他的這個爆料 他的吹哨就被PTT這個網友貼了 那這位網友不但沒有被約談 而且事實上就立刻引起了機關書的注意 那機關書的防疫醫師們 也實際上看到李文亮醫師 所投出來的那些數據 理解到說這不像是造假 這看起來就像是SARS重新發生 所以才能夠那麼快的在1月1號開始 就開始去做從武漢到台灣的班級方面的檢疫 等等這些活動 意思就是說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民間的言論自由或者新聞自由等等 這個就像陳時中指揮官在記者會說的 每個記者都像偵探一樣 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新聞自由並不是防疫的一個困難或者是挑戰 相反的我們就是因為有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 我們才能夠去讓所有人都能夠充分的知道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以及如果有發現到一些機關書 沒有注意到的 好比像我點文亮醫師的爆料的話 能夠透過這樣子言論自由的平台 第一時間就讓我們的機關書知道 所以這是快速的部分 那當然快速的部分反過來講也要表示說 我們聽取民間的社會創新相當的快速 好比像說之前就是不是有一個小男生說 戴粉紅口罩不敢去上學等等 那很快就有一個社會創新出現 就是那不如每個人都來戴這個粉紅色的口罩 這個口罩顏色是沒有性別的 那就在這個主意一出來之後 隔天就這個機械會上面所有人都戴粉紅色的口罩 然後合影等等 那這個其實絕對你如果是用這個一般的 由上而下的這個官僚的思維的話 根本不可能想出這種主意來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社會創新的快速反應的傳統 所以才能夠讓民間的這些好主意 我們指揮官看到他覺得非常棒 那他就自己開始戴上粉紅色的口罩 這也是一個我們快速去聆聽 就是社會上面的聲音的一個例子 那在公平上面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口罩地圖 它是表示是所有人都可以實際去藥局的 刷了你的健保卡拿了酒片口罩 你等個幾分鐘你重新更新一下那個網頁 你就會看到說真的那個藥局的庫存減少了9 那這件事情就表示說是一個參與時的驗證 它不是只是靠大家盲目的去相信政府 或者相信其他的集合的組織 而是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自己參與的方式 來知道說這個即時的庫存它確實是準確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說有很多朋友們運用這樣子的資料去進行了分析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像口罩儀表板等等的這些開發會出現 來告訴我們說在哪些地方我們配送的過多了 哪些部分配送的不足 哪些部分因為大家的工作時間都很長 嘗過鑰匙所以下班之後大概都沒有口罩可以拿等等 那這些如果不是有就是我們即時的 每三分鐘公開的這樣子一個開放資料的話 其實民間就算是想要幫忙也是愛莫能助 是沒有辦法做出這種有點已經接近像股市或期貨 分析這樣子的就是供需比的這樣子一個系統 所以未來的話我想在這一方面我們還有非常多可以加強的 尤其是接下來我們到紓困跟振興的這個階段 那有哪些符合大家所需要使用的紓困或者振興的方案 我們有一個一站式的網站 叫做1988.taiwan.gov.tw等等 這些都是接下來我覺得公民科技社群可以幫忙的地方 而且我們那個網站也是完全開放原始馬出來 任何人都可以改做成自己想要的版本就已經 有我認識的朋友已經正在把它改成在手機上面可以運行的 有點像app那樣子一個webapp的一個版本 那第三個就是趣味的部分 趣味的部分當然我覺得這一次總裁的幫助是非常的大的 就是我們陳指揮官的記者會當然收看的人是非常的多 但是大家看完之後為什麼還會記得 就是因為有一隻可愛的衛福部的發言犬 把他所講的每一句話都翻譯成狗狗的這個迷音 那這個迷音在這個LINE上面在其他上面的那個感染力都非常的強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不是有就是總裁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公部門的小編的話 我們也不一定能夠那麼有效的去觸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因為畢竟有時間看整場記者會的人還是少數了 這個重點摘錄用梗圖的方式摘錄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也很高興看到民間的社群這個創造出我們都沒有辦法做到的那個高度 他比方說聶永珍設計師的那個品牌啊 這個Who Can Help Taiwan 那那個當然是已經超過我們任何小編的這個設計能量 那不但讓台灣在國際上面更有能見度 那事實上這本身也變成一個迷音嘛 你可以看到有樂高的版本啊 有動森的版本啊 有各種各樣子的版本 好像大家忽然之間都發現說真的大家到台灣Can Help.us 就可以看到台灣在整個時間軸裡面具體能夠貢獻的部分 而且每一個部分都有相應的梗圖跟迷音 那這個也是數位技術 接下來可以幫助的地方去幫我們把 台灣Can Help 這個訊息更加清楚地傳播出去 那像在今天同時也是那個台美防疫從來開始正面的時間 那就是其實各國他們也很想要知道台灣能夠成功防疫的原因 然後在他們當地可以做出一些 紓緩疫情的一些方式 那您覺得說在歐美嚴峻的疫情 台灣可以給各國政府的幫助 那以及開放政府的資料 是否也可以同樣印證在國外 然後類似像台灣經驗的這樣成功的防疫 對後面是一個很好回答 當然是可以的 就是像江明宗的地圖 事實上是韓國第一個上線的口罩地圖 就是江明宗寫的 雖然他不會講韓文 但是API是無國界的 所以韓國的公民科技社群 就拿著我們台灣的健保署的API 回去說服他們的藥局相關的這些單位 去說你看台灣這邊都是幾分鐘就公開 我們韓國怎麼可以每天才公開呢 所以他們就成功地說服了之後 就直接接到了這樣一個視覺化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他們一開始也沒有 有韓國人已經有寫好的版本 但是江明宗已經有了 就一大堆三角形的那個版本 所以事實上很多韓國人第一個使用的口罩地圖 是台南的江明宗開發的 那所以很明顯的 這已經是一個跨國的協助了 那又或者像說日本東京決定跟COVER JAPAN 就是類似我們G0B的社群合作 去推出一個儀表版 讓大家都可以一目兩然地看到 東京目前疫情時期的狀況 而且它是用這種模組化的方式 其實人們都可以加新的儀表版的原件上去 那這部分它的中文翻譯 也是G0B的朋友們來幫忙 那我也有把裡面繁體的那個體 從就是間體的體 或者合字和字的那個體 改成就是正體字的那個體 那改了一個字 結果就是人家就是東京度知識 就在推特上面感謝我 那但是這個是蠻好處的 因為這個就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既不能叫做第二軌外交 因為它不是純民間的 可是也不是第一軌外交 不是我們外交官先去談的 是我先用個人的就是開發者的身份 去幫助他們那邊的資訊社群 那雙方都是跨國的一個社群 那但是呢再反過來 我們在一個地方看到的有用的儀表版 事實上不只是日本很多地方使用 台灣這邊也有G0E社群的朋友 就用日本的這個儀表版 架了一個給台灣人看的這個儀表版 所以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開放式創新就是拋棄掉專利權 跟大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只留下顯民權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它是立刻就可以打破國際的疆界 而且讓大家來解決一個相同的問題 那回到你問題的前面一部分 我覺得台灣最能夠分享給大家的 除了實體的那些醫療口罩 那個也是很重要啊 那外科口罩之外 就是全社會動員 All of society mobilization 這樣一個概念 因為如果不是全社會動員 而是光靠著工部門 去所謂的這個可以是優之不可使之之的話 那其實人民就很難用隨機應變的方式 去按照他們手上有現有的材料 去打造他們自己的就是防護層 那舉例來講像在捷克 大家都就是用就是自己封口罩啊 或等等的這種方式 因為他們有一陣子就是外科 跟你用口罩都相當的不足 但他們就是參考了我們在台灣 以及其他的就是有用口罩的地方的一個經驗 他們去把口罩告訴大家說 這是一個多多少少可以保護你自己 因為你戴了就比較不會去摸自己的嘴 但是主要是保護別人的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碰到你有戴口罩 再碰到沒有戴口罩的人 你就可以告訴他說 你應該要就是多關心一下自己的健康 但是事實上你是在說你應該要保護我 所以這樣一套所謂mask for all 的這樣子一個梗啊 事實上這本身也是hashtag 他們就拍了一些短片啊等等去流傳 結果就變成是說雖然大家都沒有疫苗 但是就好像物理疫苗一樣 變成捷克的那個曲線 當時就這樣子下去了 所以雖然R0在每個地方都還蠻高的 但是我們是可以改變R的 就是隨著時間T過去 我們只要越多的全社會公動員 這個就是RT就是在那個時間點的R其實是可以去壓制它 那壓制它的關鍵就是在每個人都知道基本的流行病學 所以其實像我們這個陳建仁副總統在好好錄的那個流行病學 我也看到說他們正在想辦法把它翻成各國的語言 那事實上已經有英文字幕了變成各種各樣的版本 那大家都可以來就是像我們的副總統學習流行病學 因為他畢竟是那本教科書的作者嘛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台灣可以幫忙的地方 那其實剛剛提到那麼多都跟開放政府這個架構有關係 這也是您上任以來一直想要推動的一個 就一直在推動 就一直想要推動 那像之前除了防疫之外 您也解決了報稅軟體跟不同軟體系統 這個漢格的一個狀況 這事實上還是同一個軟體 口罩2.0就是報稅軟體 所以我還改一下下而已 所以您覺得說這一波疫情之後 對於我們其實本來預計在五月推出的第一版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它會有一個顯著上的進步嗎 有其實我們國發會就是這個方案的主責的部會 每一次提到開放資料等等的時候 都很難找到一個讓大家具體有感的這個例子 那為什麼是因為每一個部會它關心的 大概就是那個部會相關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去跟環保署去做討論 當然它對空隙盒子對於水品質對於什麼 也非常的有感覺 但它對於PTX就是高工具 或者是國道等等的這些資料 可能它平常就沒有那麼多的第一手的經驗 那如果你去跟今晚會去討論說 銀行之間互相剷接OpenAPI 它當然是非常棒非常的有經驗 但你去跟它說你要把LIDAR或者是把整個城市建模 然後分享出這些資料甚至像文化部 還可以去做創作運用 那今晚會的同仁可能就 就不一定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就是說你很難找到 讓每一個部會都有感覺的開放資料的實踐 但是這次因為口罩地圖說真的每一個人都用過 不只是地圖本身就已經有上千萬的使用者了 也包含它周邊的包含LINE機器人等等這些應用 所以以至於說當我們講到 這就是口罩地圖的精神 或者說這就是口罩地圖開發的方式的時候 等於所有人都是利害關係人 而且大家不管1.0 2.0 3.0 總有自己雖然即時沒有在用 總有認識一兩個人這樣在用吧 所以這個時候就讓我們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我們要解釋為什麼透明不是只是政府資訊公開法 事後你每天或者每季產生報表 而是你即時的透明 參與為什麼不是只是辦一場公聽會 而是民間有創新的時候 你就全力支持但是不去主導 那這些基本的想法都因為這個鮮活的例子 當然我們還是要搭配上每個部會 自己頁管相關的資料相關的這些做法 去推動他們自己的議程 但至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與會 讓大家都可以一下子就了解說 原來透明是要即時的透明 原來參與是整個創新組織的參與 而不是單獨單獨代表來的這樣一種參與 是的 其實我們今年也是非常想要參加 就是OGP這個國際的組織 相較於對岸的中國 我們在開放政府這一塊 其實以防疫來說它是一個很好的驗證 這對我們參加這個組織是會有幫助的嗎 當然滿有幫助 事實上我已經正式獲得那個組織邀請 也會在那個組織的線上會議裡面去分享 我們剛剛分享的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因為他們也想要去告訴大家說 你政府的極權政府這個比較往您剛剛所講的 就是稍微比較數位極權的這樣一種做法 高強度的鎮壓言論等等 因為確實有一些政治實體覺得說你要防疫成功 就得靠這個 他們事實上也正在散播這樣子的敘事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有一個相應的敘事 就是說誠然那也許是有點用 但是它事實上是會放大那個社會裡面 本來就有那個威權的性格 但是我們這邊因為是全社會動員 事實上你如果去問街上說 這個防疫是不是因為政府的關係什麼之類 大家會說政府做的不錯 但是我覺得政府做的還不夠嚴 他說什麼這個戴了口罩就可以豁免社交距離 我們都是又戴口罩又保持社交距離 就是說事實上民間自己或者是地方政府 它執行的這個程度是遠比我們的CECC 就是我們中央指揮中心要來得更嚴格的 所以每個人都會覺得說 之所以能夠守到現在這樣子 是因為我做了比政府要求還要多的事情 那這個功勞應該主要還是人民 那你去街上隨便問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那所以這就表示說我們的民主的性格 我們公民社會動員的這個能力 它並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被所謂國際民退 沒有被這個國家這個機構所吸取掉 或者是所掠奪掉 相反的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之間彼此的互信 尤其是政府相信社會部門 政府相信說我們公佈這些open data 我們剛剛講這些開放原始 我們不會被亂搞 不會被人民做一些不恰當的使用等等 最後都證明是有道理的 就是大家都是往建設性的方式使用 很少有人或幾乎沒有人去往 破壞性的方式去使用這些開放資料 跟開放政府相關的一些做法 所以這個固執就告訴全世界說 你可以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繼續去發揚你的民主 繼續去讓民主深化 那當然如果你本來是一個衛權國家 你就不一定要聽我們這一套 但是你如果本來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話 台灣的經驗就可以告訴大家說 你不需要放棄到民主 你也可以做好防疫 那再最後一個問題的部分 就是因為之前其實很多資同群的軟體 我們因為遠距或是線上 引發了一些資安的抑鬱 那知道曾文您這邊 對於資安跟開放政府這一塊的看法是什麼 開放政府當然它是建立在可信來的網路的連線上 如果我每一次公佈開放資料 任何人都可以來竄改的話 那也沒有什麼開放資料可言了 所以我想資安是一個基石啦 資安跟所謂的寬平人群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取到 這兩個是缺一不可的 這個上面才有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的這些活動 那但是我們確實就是有觀察到說 因為大家對於遠距的軟體等等 在疫情的時間裡面有非常依賴它的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有一些特定的軟體公司 它本來是說它把世界分成好幾區 那你在這一區的活動不會傳到其他的區區 他公開這樣講了 但是又在他自己設定的過程裡面 按照他們的講法是一個誤會了 就是一些操作適當等等 導致說我們從外面看起來 事實上他就沒有在遵守他自己跟客戶說 他有的分區的這樣子一個限制 那確實就會造成我們資安處這邊的一些不滿 那當然資安處後來也有在繼續跟他們溝通 但目前這個禁令是還是持續維持的 所以我們也很快的就提供給包含像 以我所知很多的校長啊 這個教育工作者啊 甚至國小老師啊等等 看到我公開推薦這個GCMeet的 這樣一套開放原始碼的軟體之後 有很多老師就直接在學校把那種 就是已經快要報廢的 大概也沒有人在用的電腦 上面直接掛GCMeet 然後就跟他說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就確保說他的這個資料流向一定都是在校內 因為他就流向那一個電腦 然後在流向校內其他的電腦 他事實上是完全在內部網路裡面使用 他絕對不會跑到外部網路去 那一方面是當然資安上面有問題 但二方面也表示通訊品質也變得比較好 因為他不用跑到就是北京啊或上海再跑回來 對所以這樣子的話他的延遲也變得比較小等等 那我們當然有個公開的讓大家可以測試使用的 就是meet.pds.tw的這個網站 就是我自己嫁得去GCMeet 也要請行政院資安處跟技福來做資安相關的滲透測試 等等的檢測 那目前都沒有發生有任何的問題的情況 所以很歡迎使用 那為什麼能夠這麼這個 完全不怕評寬成本的這個 歡迎所有人來使用呢 因為這個評寬也是國王在富 好的 那今天的採訪問題就到這邊 謝謝政委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